特饭店呢 染疫的状况风暴现在越来越大 房屋部60多岁的女经理 一对在台北工作的儿女都确诊了 他们呢 这个的确他们的足迹现在也公布曝光 赶快等等会带你来关心 包括了这个254 672 262等等三路的公司 以及台北捷运顶溪谷亭西门三站 统统都沦陷 陈世忠认为这两个个案将可以成为风暴 是否指些或是更扩大的观察点 先带你来听 诺富特风暴越演越烈 饭店群聚酿成家庭成员也染疫 二号指挥中心公布房屋女经理的先生 和一双儿女也确诊相关足迹一一被公布 按1134房屋女经理的儿子 4月27号曾搭乘254公车 到7-11金富门市领前 光复北路上的印度餐厅用餐 之后还搭乘672公车 28号29号接连两天 则搭乘262公车 往返住家及公司 按1136房屋女经理的女儿 4月26号到28号搭乘捷运 从顶溪到谷亭再到西门镇 接着转成公车到三重仙色工 其中26号这天 还曾到永和宝平路上 一家餐厅用餐 两人足迹几乎遍布双北市 至于在捷运站 或那种可能性会碰到的 那请大家对自己的健康 要稍微注意那有症状 就要来做通报 新则案例搭过捷运新炉县 百南县松山县 公车254262672路线 标准搭乘大众运输通勤 指挥中心似乎还是掉以轻心 甚至有些足迹选择性不公布 我们要公告足迹 是在可传染期 人都已经都完全都可以掌握了 那个我们就不公告了 北部疫区被疫情笼罩 连同华航诺富特确诊个案 已经出现六个家户群聚 恐怕疫情将进入社区传播 多点爆发阶段 指挥中心得戒胜恐惧 记者简红旗 吴军伟林卫杰台北参访报道 好不过这回华航多位的机师 接连确诊诺富特群聚疫情也营收 双北市长呢 质疑在指挥中心 在防御旅馆有非常严重的疏忽 而且机师接种疫苗的顺序 也犯了战略的错误 面对了新北市长侯友宜 跟台北市长柯文哲 刀双重的质疑 陈时中很强意的做出了会计 CDC在看到这样一个染疫情形 没有快速的去处理 防疫离管的问题 造成严重的疏忽 诺富特群聚延收 新北市长侯友宜点名 指挥中心犯了严重错误 这样一个严重的疏忽跟漏洞 其实我们要悉心的 好好去检查 已经造成严重的恐慌 即使染疫防疫通报慢半拍 台北市长柯文哲见指 卫副部长陈时中 质疑疫苗施打战略 出现防疫破扣 就怕疫情延烧 双北市长难得统一炮口 面对质疑陈时中强硬回击 做得好不好 我们都可以接受大家的公平 但是讲严重疏忽 这我要郑重否认 指挥中心绝对不要高高在上 而是应该借用地方的第一线的优势 跟第一线的经验 即使都接种过疫苗以后 就不会成为防疫的破口了 错不在机师 也不在防疫旅馆 错在指挥中心 没有重视我们国家 这一批的贸易兼兵 没给他们优先疫苗覆盖 为了防疫 汪洋普老双北首长同一战线 主导防疫政策的大家长 却自有坚持 至于对错 恐怕所有结果都只能全民买单 叫综合报道 好的确 这一回来看到的是 原本防疫旅馆员工 感应的事件 延烧到大学的校园里头了 原来包含了文化大协 锦文科大都有学生 到过诺富特饭店打工实习 更有观光科的科系学生 先去了参访 而且连青大都有学生 跟确诊个案来做接触 目前三所大学都加强校园消毒 涉及的学生也都推出了一人一事 尽量跟其他学生来做区隔 教室走廊 学生餐厅边边角角都不放过 如此大动作 正因为文化大学一名女大生 曾到桃园诺富特办店打工 被匡列隔离 全校紧急消毒 这名女大生曾在4月23号到25号 到诺富特西餐部门打工 之后接到通知 必须裁检匡列隔离 在公读的时间 他就是住在饭店的宿舍 对所以那段时间 他并没有回到学校 同情的同学已经将他们在安置 在我们的校外 有一人一事的这样子的一个居所 在警戒饭店打工 却紧列居家隔离 为集中检疫 学生容易在外爬爬走 难道不会酿成更大的社区感染吗 最后一次的上班日是4月25号 移到这个集中检疫所当天 他并没有已经没有上班了 所以他后来是在昨天列到这个居家隔离里面 而警文科大也爆出92名师生要停课两周 因为上周二91名师生曾到诺富特参访 加上还有一名大四学生在该饭店打工 29号校方接获通知 要求自主健康管理到5月12号停课两周 一位学生是在4月17号 那曾经前往该饭店实习 那这个学生已经列为居家隔离 入住集中检疫厂 剩下在宿舍的同学 我们可以一人一间的方式 来做一个健康自主管理 校方赶紧大动作消毒 诺富特饭店爆发群聚感染影响甚至 清大也紧急发出公告 近日有几名学生 曾和确诊者接触 已经匡列居家隔离 所有同学依然可以如常学习 唯有居家隔离者才线上教学 这12个居隔的人会进行裁检 阴性的机率会很高 指揮中心信心满满 但恐怕没那么简单 诺富特群聚事件延烧 波及各大校园 社区风险也再添一层隐忧 记者综合报道 诺富特饭店群聚感染 持续的扩大当中 现在更有饭店员工爆料说 因为没有真正落实分区分层 才会让疫情持续扩散 痛批饭店管理 可以说是相当的松散 指挥中心也承认 因为不是专业的医院 动线规划当然会有问题存在 而因为案1120还在插管中 因此目前疫调也难以进行下去 黄航机师染疫风暴持续延烧 诺富特饭店防务领办案1120 成为最早染疫散布者 包含多名入住机师 防务部同事餐饮部员工都被传染 专家分析防疫旅馆的人员心态松懈 接待一班旅客的本馆 竟然也收纳隔离检疫人员 时间竟然长达半年 但诺富特到底怎么成为 病毒散播中心 指挥中心在疫调上出现困难 房屋人员是会把餐盘 端到房间的外面去 但是并不会说开门 去有直接面对面的一个情形 1120本身他目前插管 我们没有办法去询问他 所以目前这个医疗的拼图 是还缺这一块 专家认为有外籍机组员 入住的防疫旅馆 规定应该要更严格 最好跟医院差不多 消毒完检查过程 不需要用手去触摸角落 应该用棉棒来代替 而机师们在移至其他防疫旅店后 现在爆出争议 传出在29号 有18名阿联酋机组员转往屋来 防疫饭店却提供 含有猪肉的香肠便当 但无论如何疫情继续烧 医师也坦言社区进入警戒状态 本土风暴如滚雪球般越滚越大 台湾防疫网络看似安全 但其实早已漏洞百出 记者组合报的 漏洞真的很多耶 诺富特办店爆发了群聚感染 指挥中心紧急 把109位的隔离中的机师 转送阳明山台银宿舍 不过却有被隔离的机师投诉说 隔离所内环境非常脏非常乱 到处都可以看到 就是蟑螂甚至老鼠屎 还有毛发跟污渍 集中营室的 这座席跟管理 就像坐牢一样非常夸张 家属一早提着大包小包物资 要送给被隔离家人 原本住在诺富特饭店的机师 被转送到阳明山台银宿舍隔离 来到第四天送物资的家属 比前几天来得少 这间层隔离武汉包机台商的 阳明山台银宿舍 被隔离的机师投诉 环境脏乱 老鼠使四三在各个角落 大大小小的碎屑 物资随处可见 更有一团沾马龟城的毛发 令人头皮发麻的还不止这些 洗脸盆里除了有吸管套 更有蟑螂大便 床垫布满一颗块黄色污垢 枕头上也有蚊虫尸体 投诉的华航机师怒劈 检骑宿舍不仅设备简陋 明明说有消毒 却处处可见老鼠使还有毛发 还有机师抱怨 除了不能叫外送 家人送物资来 也不能送严长线 刮胡刀 指甲剪等尖锐物 更不能抽烟喝酒 让他们直呼根本是监狱官人犯 109名被隔离的机师 没有准备就被送到杨明山隔离14天 基本民生必需品根本准备不及 但家属也只能早上十点和下午三点 两个时间能轻送物资 也让家属都觉得相当不便 种种的不方便 隔离机师形容就像德国纳粹集中营 明明驻检疫旅社是为了隔离检疫 但却像犯罪坐牢 记者林信宪彭新美台北报道 好 疫情好 来关心印度第二波的新冠 被炎疫情急速的恶化 在印度工作的台湾人 目前至少有11人感染 更出现了首位印度台干 接种了大陆科兴疫苗 入院治疗之后仍然染疫身亡 对此指挥中心公布启动印度专案 从5月4号凌晨0点开始 针对14天之内 藏经有印度旅游史 包含转机的人 一律入住集中检疫所 而且裁检完成14天的建议 印度疫情失控 已经影响到台籍人士 在印度的安全 根据报道 在印度工作的台湾人 至少有11人感染 1名49岁在科技界工作的 阳性台籍干部 在古尔刚的医院不治身亡 据了解 这家科技公司在印度古尔刚 共有8名台籍干部 都曾接种过大陆科兴疫苗 但其中5人仍感染新冠 只有阳性台干 住进古尔刚一家医院治疗 却仍不幸死亡 除了要强制入住集中检疫所 回家七天也要进行自主管理 因为新政策是政府要求 所以不许额外缴交住宿费 首名印度台干染医生亡后 还有10名台湾人居家隔离中 由于疫情关系 旅居印度的台商侨民 都陆续回台 目前只剩100多人 而台湾首批原医医疗物资 也已由华汉货机运抵得离机场 希望印度疫情别再继续升温 记者综合报道 印度疫情有如人坚令狱 单日确诊超过40万 创下了疫情爆发以来 全球最高的记录 有网友说 现在如果外派印度月薪 相当于在台湾一年 整年的薪水 问题是有没有人愿意冒险呢 带你去做 印度一号单日确诊突破40万 创下全球最高纪录 各医院仍然面临氧气筒 严重短缺的问题 根据外媒的报道 印度火葬场大体堆积的速度 超过火化 各种抵达的救援物资 是否可以遏止疫情还很难说 这个离意大利 威尼斯不远的小镇 出现不少所谓的超级免疫者 由于这个城镇是大陆境外 最早发生疫情的地区 引起科学家的注意来这里做研究 没有想到发现小镇中一些居民 在确诊之后9个月 仍然存在抗体 是目前所知最长的 有些体内中的抗体 居然还比先前高达两倍之多 为了能够尽快重启经济 英国政府特别支持一个大型舞会 作为完全解封的测试 参加者必须在24小时之内 提出阴性检测证明 大约有3000名年亲人与会 简直是嗨翻了天 我们都很感激 我们都很感激 我们都准备在六月初完全开放 因此需要大型群聚的资料 作为参考 记者综合报道